我們現在玩的遊戲是復活邪神的手遊 然後我們一開始開場白是教學系列 老師老師啊 史詩是什麼啊 史詩就是啊 過去據說每300年會降臨一次的大災難啊 黑心侵蝕太陽在死時之年誕生的生命 全部都會滅亡 但是在300年前 藉由八名的英雄之列阻止災厄 消滅了魔神 在新的創世中誕生的星球 照理來說啊 是不會再度引發死時的 這就件事 難道是某人的力量 試圖給世界帶來扭曲嗎 既然睡著了 喂 還不客氣啦 竟然正講到重要的地方 嗯 但是這些事情太懶了 我完全聽不懂 多加把劍 這裡考試會出 如果不及格的話會留級喔 在死時之年誕生的生命 不論是草木還是人類 就連魔獸都會滅絕 但是只有一條生命存活下來 那個生命 就是壽命之子 壽命之子 成長為聖王 還是魔王 只有上天知道 看來 是不是能力不足 太遺憾了 蛤 什麼東西 喔 然後流向幹嘛 欸欸欸 叔叔 你是私人吧 那你什麼來聽聽吧 我可是專業的私人 因為拿不到合理的酬勞 那這個給你 好吧 呃 棒棒糖就不用給我 我心靈了 這棒棒糖也太大了吧 現在 我要唱一首 關於遠古戰爭的詩歌 在聖魔混同 呃 混同 巫術的塔 葛雷夫出現之時 為了尋找被爐走的妹妹 一位青年踏上了旅途 面對無數的試煉 跨越無數的苦難 最終 青年與新的救世之心們 發起了行動 沒錯 這是英雄 波魯卡 靈 悟德的故事 他勇敢堅強靈魂的戰績 要上了 波魯卡 嗯 哥哥 哇 荔枝 不要擔心 有我陪著你 大家準備好了嗎 我們現在要打倒 魔鬼 魔鬼組之一的 布面 大地上爬的蟲子 就讓你常常深淵的力量吧 好 好 好 選擇各自的技術 進行攻擊 消耗BP可發動技術 繼續 攻擊敵人屬性 不深層對付耐性一次 將可攻擊敵人弱點 OK 欸 這是可以 有部位是不是 OK 攻擊敵人虛弱的地方 長按敵人可以確認敵人耐性的詳情 長按敵人 完了 失禮劍是什麼 還真失禮啊 真空閃 這音樂蠻好聽的齁 但自身進入挑釁狀態 好啦我們先用私利劍好不好 對你私利一下 呵呵呵呵呵 什麼啦 喔這可以看虛弱狀態嗎 揮掃光束劍 攻擊敵人屬目標昏厥 光束劍 最終皇帝難 流線斬 天地二段 二 欸 喔喔這個有紅色的 喔喔喔喔喔喔喔 是這樣子喔 有些招式有虛弱 喔喔喔有點如此 看懂了 使用技將有機會 賞霧新的技 賞霧再一回合可以使用 玫瑰穿刺 喔喔喔喔 欸還蠻帥的啊 喔喔喔喔喔 考慮持有的PV有計劃來進行戰鬥 加三 私利劍 對不起私利了 加三 無名劍 馬上就學到新招是怎麼回事 是怎麼回事 是怎麼回事 喔喔喔喔喔 還可以連吸喔 你怎樣才可以連吸啊 我隨便按的欸 哇哇哇哇哇 欸應該打不贏他是不是 蛤 我死了 然後咧 喔還有 你聽得到嗎 布魯卡是誰 咦 啊不好意思 與魔龍公布列 的決戰 是在第七集的三十四回 布魯卡的名號 廣為世人所知 這還要再更久以後的事情 叔叔 你真的是私人嗎 還是你其實是騙子 我是貨真價實的私人 只是稍微弄出了順序而已 那我這時候認真地 從開頭開始吟唱吧 那一夜 世界被邪惡的邪惡光芒包圍 那光芒賦予了眾多魔獸的力量 凶暴化的魔獸從黑暗中爬出 襲襲村莊與城鎮 奪走一條又一條的生命 半個月之後 葛雷夫出現了 葛雷夫不只是異界的英雄豪傑 就連魔神也能夠喚醒的塔 得到塔的力量的人 如果對落為邪惡的一方 世界將被戰亂之火包圍 憲特諾亞努侯爵 則諾這麼認為 於是以海上都市 班卡爾特為據點 沈溺著塔士團 保護城鎮 不送魔獸威脅的同時 也派他們進行塔的調查 那個時候 有一套黑黑影 悄悄地逼近了 一對過著幸福生活的 雜記師兄妹 哈哈哈哈 終於達到我的 剩下的第五百個孩子 你這傢伙就那是 住手放開荔枝 荔枝我一定會找到你的 這是在講之前單機遊戲的旅程是不是 第二十一集塔斯團陸團測驗 立足以論文如雅 吧吧吧吧 塔斯團 捍衛塵塵抵禦魔獸 或許可以掌握到 無走勵之的傢伙的線索 線索 塔斯團陸團測驗乾天 我們現在等於是在看劇情 這趟也來了不少人了 大家好像對自己的本事相當有自信 但我們塔斯團的使命是 毫呼難免不受魔獸的威脅 但舊本領高強是無法勝任的 你自己不是就是一個魔獸嗎 讓我看看在這群人之中 究竟有多少人擁有成為塔斯真正之子呢 前往測驗會堂吧 先進行測驗開始前的準備 莫妮卡閣下 好的 那我來為你帶路 是否要進行 進行導覽 好的 我覺得這邊不太重要 我就不念了 可是他見面的 哦 好 這熟悉見面的意思 哇靠這 這哪招 赫克托爾 SS 這是送的吧 送這麼好 SS的卡 編主 我覺得戰鬥方式方面還不錯 但是這款遊戲 就是要一直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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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遊戲 感覺 人物很多我會頭很痛 右上角說明 變更風格 變更裝備 變更計程器 變更陣型 然後勒 圖畫面 圖畫面 方卡設另外還是有道場跟打鐵布 待會去開 參觀一下 仙草會長 出擊 好 這是主線任務 OK 我的名字是巴爾德 除了是冰淋滅絕生物的保護官 從此也是當著塔斯館首席監督館 這處共聚集74個人 但你們孩子不過是格道考試之隔而已 所以能否成為塔斯 就要給看接下來的測驗結果 你做的測驗是怎樣的內容 我要你們攻略這座熟綠在你們眼前的塔 攻略 我會特別給你們每個人一切戰士的資源 看來你們要如何運用他們的力量來顧過難端 以及觀看哪些食物 你們是否具有塔斯真正的資質 就讓我來看得清楚吧 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最好小心應戰 出事空管獎金 啊?這樣就過了 OK 測驗開始 OK這樣才有測驗 轉動開始 可以自由決定決定哪些技合術 reset或者 魔神戰技2 我會直接戰鬥是不是 一般的劍一般的弓一般的劍一般的體術 三角踢 我覺得音樂跟 攻擊特效做的還不錯 好 一次上都可以打到幾場 喔有三場對不對 我可以補血嗎 不行 OK 暗殺死 是 除了 暗殺死 給我 禍是 啊 那 我可以 是 我可以指令攻擊對象吼 我可以指令攻擊隊長吼 還可以 我可以指令攻擊對象吼 欸 不行了 只能攻擊前面三個 高速圖示 粉碎 他有一個燈泡是代表他學到新招的意思 看起來是這樣 Final Fantasy 實體劍 這張 這憤怒的意思嗎 好 只張 One Over Driver 結束了吧 OK 人家這麼華麗嗎 然後聽說這個遊戲不建議拚手抽 因為那個機率都很低 然後好像送的那些SS的角色就已經很夠用了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建議這款遊戲不要手抽 去浪費你的時間 大概就這樣子 你叫做波羅卡是吧 雖說是陸團測驗 但這可不是演習 我們已經踏入塔中 只要你出錯了 所有人都會死 我並沒有辦法算把面交給你 不過你竟然是隊長 得給我毛巾幹勁啊 真是的 給他弄大的壓力 會怕他退縮吧 好的波羅卡 你放輕鬆一點 沒事的 我們絕對會幫你測驗的 聽他們說這是魔獸的巢穴 但感覺只是普通的塔 到了樓上就知道 這座塔可是顛覆常識的瘋狂之地 這個世界的人們都稱它為葛雷夫 似乎有一層墓碑的意思 所以除了塔 是出現在一年前 後來世界上就開始陸續出現塔 好了 我們動作給快點 必定會被關在這裡 搞不好是那位小少爺呢 好 就這樣 跑劇情而已喔 好這邊有AUTO 有一般AUTO跟全力AUTO 看到哪裡 一般AUTO 好可以隨時按掉 俠路段 所以我到底能不能補血啊 應該是可以 可是好像 這邊有點詳情 敵方隊伍 哦 在這裡 所以應該是要靠法師 真鋁啦 真鋁補我們的 隊伍的血量 也就是說一個隊伍裡面至少一個真鋁 比較好 有可能是手遊 沒什麼劇情可以看 沒錯 我也是這麼覺得 酷 覺得 他的劇情算多了吧 還有人死的啊 如果沒辦法補血啊 怎麼補血 OD 盡量表 到MASS的時候 最後可以五人聯繫 兩個人 一樣選一般攻擊以外 技術可以放到聯繫 OK 好剛才戰鬥打完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 下一個主線劇情 的 的關卡是什麼 真奇怪 明明有那麼多不好者進我塔內 卻碰不到半個人 欸 我可以問個問題嗎 看你這身打扮 你是從事什麼行業的 這件是工作服 街頭一人吧 我是馬戲團的雜技師 和妹妹一起表演空中秋千的 空中秋千 好厲害喔 一個雜技師 怎麼會想成為塔士 是 安靜 而且魔獸潛伏在黑暗之中 看來馬上被包圍了 哇嗚 柏洛卡 差不多該拿出真本事的 不然 可是會死的喔 看來還是突破崇尾的 喂 你剛剛有說搞不好 有個小少爺被關在這裡對吧 沒問題我也稱呼我 我是西服 是巴爾哈魯組的戰士 因為某些緣分 我一定要尋找一名叫 艾伯特的小少爺 艾伯特 艾伯特 你也是為了尋找某個人 才成為塔士的嗎 是啊 我總覺得有個不祥的預感 這座葛雷夫很不吉利 就算老爺爺也不做這種預言 葛雷夫這種地方 不論何時都很邪門啊 總之我們快走吧 要是能最早跑到頂端 一定可以合格的 OK 哇這個 這應該算boss的喔 他好醜喔 我真的打得贏嗎 音樂也蠻好聽的 這遊戲不差 這遊戲真的不差 喔那產相鍵好帥喔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那血好厚喔 有了 全部歐過摘了 摘 敵人血橋下面是什麼,應該是屬性吧,我也不知道,我想看一下。 OK,我也不知道,應該是屬性之類的吧。 會打贏,會打贏了。 啊,又死一隻。 怎麼翻譯啊? 超越平,平, 超越極限的意思吧。 暴擊。 哦,這樣解釋好像也蠻合理的。 暴擊。 OK,那喜歡這款復活血神RE的觀眾朋友,那可以持續追蹤大師的頻道,那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記得追蹤IG跟RB,還有追蹤IG跟RB。 那謝謝大家記得收看,掰掰。